警方有非法逮捕你 拘捕你 可以申請聽證 好 苗類警方前往新北板橋逮捕 這名男子是因為他就是涉嫌犯下 苗栗街頭 魯仁岸的理性嫌犯 警方為了救出被魯的人妻 繽紛奪路追捕共犯 老闆一點 老闆 走在前面的是高姓 還有陽姓男子 就是下車壓人的共犯 嫌犯策劃魯仁岸作案車輛 特別懸掛失去的車牌 另一輛則是足領車 企圖製造斷點 專案小組從監視影像先鎖定 兩名黑衣男跟一輛懸掛甲 車牌的白色轎車 隨後警方在新北市 找到這台白色轎車的流姓車主 他便稱車子借給理性友人 完全不知情 於是警方落葉追查 確定至少有四人參與犯案 還發現有第二部白色租賃車 跟他們接應 19號警方在深夜持居票 先後在新北跟台北地區 再逮捕理性嫌犯 跟其他兩名共犯規案 持續追查再逃供犯 並依法偵犯相關人等 經營網路牽賭的非法行事 全案依犯害自由 傷害及街道等罪嫌 以送台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偵犯 警方調查被害人 因為網路賭博欠債 才會被盯上 涉案的四名嫌犯 被警方遵訊凌清案情 不過主席人林姓嫌犯 還有一名共犯 依然在逃 警方持續權力追棄 要將人逮捕歸案 基金委劉璇 趙建林 蔣建忠採訪